台中市绰号文仔的邱敬男子平日组成诈骗车手集团并从事暴力讨债 太平警分局夺日搜证 昨晚在太平东区兵分在路搜索 将邱等四人逮货 征讯后以置评专案依诈欺 妨害自由恐吓伤害等罪嫌疑送法办 警方说邱敬男子23岁和蔡信男子有债务纠纷 去年8月间因蔡还不出钱 及赵缩手下殴打蔡 造成蔡的右手骨折及身体多处受伤 还强压他在向他人借款还钱 使蔡恐惧不已 邱等人去年12月 又因质疑担任车手下 现在谢姓23岁 陈姓23岁 及赵姓29岁 车手以黑吃黑方式吞了诈骗款14万余元 因而持冠棒痛欧三人 并强迫签下本票20万元 恐吓他们若无力偿还 还会再找他们算账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上午将绰号文载的秋静男子等四人 依诈欺 妨害自由恐吓 伤害等罪嫌疑送法办 托警方提供分享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逮捕绰号文载的秋静男子等四人 同时起出棒球棍等散罪工具 托警方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